但以前的表演就可能會有一些 模擬性愛聲音 蛤 謝祖武撲拍親密戲 做足事前溝通 聽聞許傑輝說的內容超驚訝 剛剛知道就是回哥 現在這個狀況會嚇一跳 今天宣布要推出演藝圈的戲 可能要看到相關的新聞才知道 但是當然驚訝 但是細節不了解 謝祖武15日出席 承認指尿庫平拍活動 記者會進行到一半時 許傑輝真好因性騷風波 宣布退出演藝事業 謝祖武哥被問對此事看法 因為我剛回來對您剛講 許先生這個事情我還沒看到 所以說 我不知道從何說起 對不起對不起 謝祖武哥在之前不認識回哥 我當然認識他 大家都在 大家都是演員 但是好像沒有合作過 謝祖武哥你有上過表演課嗎 我在念世新的時候有上過表演課 那以前的表演課可能會有一些 讓你覺得 尷尬很模擬性愛聲音 蛤 我可能真的太老了 有一點跟不上時代了 我在學校學的沒有包括這些 我們要學熱身 要學發聲 然後要學喜怒哀樂 各種情緒的表演 然後肢體的延展 除此之外 我不記得有您說的那一怕 像我都出道以來 就是因為哪次你會碰到心臟 出道以來感覺上那是一個 那已經是上個世紀的事情了 我個人是沒有 像我這種 中等姿色的應該不太會 遇到這種 我記憶中沒有 那在拍戲的時候 會不會就是盡量的 跟音樂也有一些距離上面的保持 我身為一個演員 而且我身為一個 專業的演員 其實要分得清楚 婚女絲 最重要的 quite就是說 在拍之前 要有一個 良好的溝通 而且這個良好的溝通就是 要得到對方的允許 像我之前在拍婚姻一 跟婚姻二的時候 大部分都會跟 張本宇小姐對戲 跟夏如之小姐對戲 那我覺得 這是長久的這種習慣 因為我們在戲中 演情侶也好 或者是演夫妻也好 一定會有一些戲 那我都會先請教他們說 我可以碰一下你的手嗎 我可以稍微碰一下你的肩膀 因為聚中的需要 那得到對方的允許 我才會敢去做這個樣的一個動作 那如果覺得對方覺得不好的話 那我們就stop it 我們就不要去做這個動作 因為演戲不是只有一種方式 可以演好它 那什麼像床戲那種 我們必須一定要有肢體上的互動 這些我就會把它一切 交給我們的導演 由導演來安排走位 導演他那邊 一定會做好萬全的對策 那我們只要依著導演的指示 去做就OK了